你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们这里是主讲求职面试工作等等 职场的一些新的思维和职场的一些不同的角度 去看职场的问题,分析职场的点地 同时偶尔会分享一些加拿大移民的政策和要点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 欢迎订阅分享给你的朋友们 希望能够对你的工作生活带来一些乐趣 你今天想要分享的一个主题就是 你为什么要离开原单位 Why you left your last job? 这个问题很普遍,简单而不好回答 为什么呢? 因为通常会涉及到两种情况 一种是你主动离职,被辞退,或者你是被离职 究竟该如何回答呢? 我们现在开始! 对我刚才说到了,谈到这个话题毕竟有分几个原因 一个是你主动辞职的 另外一个情况就是你是被解雇的 解雇,我这里用解雇就是说你是被在不同的形式上解雇 第三个就是更严重一些你是被炒鱿鱼的 遇到这三种情况,究竟该如何回答? 我们一个一个来分析 第一种情况,你主动提出了辞职 那在这种情况,你被问到你为什么要离开原单位的时候 你可以着重从以下几点来回答 第一,无非你是想要从一个大的公司换到小的公司 那你就可以说,我在目前的公司都很好 我基本掌握了大公司的流程和这个岗位上的一些技巧 我自己个人的理想就是想要更多的占有主动性 想更多的学习全方位的了解这个过程和走上全方位管理的这么样一个岗位 所以我想贵公司对我来讲,更有挑战性 更能从多方面进行学习,然后跟公司一起成长 另外一种情况是倒过来的 就是你从小的公司想要去大的公司 你就可以灵活地反过来说 我在小的公司从A到B整个的过程中 整个产品的生命线都有了一定的掌握 但是觉得我自己学的东西特别的犯 用在各个角度,各个工作的环境当中都比较的犯 没有很精的掌握到一定的深度 所以我想在贵公司这样大的公司有一个大的红图里面 他跟深深的学习 比如说SARS,比如说数据分析这方面 用更多的练习 跟各个专业组的配合 能够将现在所学的知识更加进一步的进化 升华,深度的学习 从而自己成为这方面的一个专家 这样的回答呢,就告诉大家 嗯,你是一个进步青年 总之,你主动离职的情况下就要结合自己自身的发展 你是想要更多的全方位的发展 还是想要更专的发展 结合自己的经验和经历 结合自己将来的计划和人生的规划 来阐述自己 没什么离职 第二种情况,就是刚才所说的 我们是被解雇的 那这种解雇呢,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 也不是因为你违法公司的规定 而是因为很多人一起解雇 你在这个解雇潮当中算是其中的一个 那你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可以这样回答 宏观经济的发展 对我们公司有一定的影响 那公司可能决定重组架构 我们部门和一部门 相当一部分人员都进行了整合 所以团队有两个团队融合成了一个团队 由于受现在形势和环境的影响 所以有相当一部分的人 比如说30多人将要离开这个公司 那公司也是迫不得已 但是公司还是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战后服务 我在坚持了两轮之后 在第三轮的时候 跟其中的30人一起离开了公司 虽然有些遗憾 但我也能表示理解 因为这样也许给公司带来了减轻的负担 那同时也让我能够有机会 去寻求更好的机会来发展自己 贵公司的这个职位 我觉得特别适合我 因为我有相关的工作经验 我能够把我过去所学习的东西 灵活地应运到这个工作职位岗位上来 希望能够跟贵公司一起成长 另外一个情况很简单 举个简单例子 你可以说根据这三年的发展 公司面对了一个很强大的对手 对方有丰富的对方 拥有很好的投资来源 投资方给他们投入了很大的资金 引进了非常先进的设备和技术性的人才 那他们的发展是飞速 同时呢 作为竞争对手 我们可能减少了一些 竞争力不是那么强 所以我们失去了几个大的客户 在这种情况下呢 为了节省资源 减少开支 公司决定从现有的部分团队当中 无奈地需要一些人离开 那我在坚持了两轮之后 通过领导找我谈话 表示惋惜 但是我也可以理解 作为一个老员工来讲 我选择承担一定的责任 同时也选择挑战自己去寻找新的挑战和机遇 让自己更快地进步 更快地跟一些先进的 就像贵公司一样的先进的公司和技术性的公司结合 能够逐连地提高自己 永远站在竞争前端 好 第三种情况 也就是最常见的一种情况 是你被炒鱿鱼 我这里炒 炒鱿鱼是指你犯了一定的错误 或者是说是因为你的原因 公司要炒掉你 那你这个回答的时候要怎么样 要尽量地减短 不要累赘太多 因为你越解释 公司会觉得你是在扳回 或者是你在怎么样怎么样 你不能够承担责任 回答这里的问题 你可以说 公司最近换了一个新的领导 那新的领导 可能要求不一样 而我习惯了这样子做事情 跟领导的期望有一些差异 这个时候可能经过几轮的讨论之后 领导可能对我的表现不是特别满意 那我接受这个事实 因为有些时候很难改变自己 那我从中也学会了一些经验 也总结了一些教训 所以我把我的这些技术以及经验交流方式 要用在新的岗位上 要跟以后的老板更好的沟通 可能之前只是一个沟通上面的方式 我如果能够灵活地运用一些沟通技巧 就可以避免此事发生 所以我觉得现在贵公司对我来讲 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我会总结我自己的经验教训 用更好的方法跟老板交流 然后共同提高 希望能够跟企业一起成长 必定不让老板再次失望 那回答你就强调出了 你不是特别严重的问题 但是呢 要学会承担责任 这样子的表现 是会受到面试官 以及面试人员的喜欢 好 下面我们来总结一下 怎么样回答呢 当然我们要表现出几个方面 第一 要承担责任 要表现出来承担责任 尤其是后两种情况 一个是被解雇 一个是被炒鱿鱼 我们要勇敢地接受这个事实 要承担责任 就take the ownership 那是因为我 而且找到我自己的客观原因 另外一个 要学会总结经验教训 吸取一定的教训 争取不再犯同类的错误 要表达出来 愿意改变的这种情况 愿意自我提高 第三个 不管你是怎么样 是主动离开 还是被辞职 还是被炒鱿鱼 等等等等 过去的都已经过去 你要集中表现在 现在的面试过程中 一定要保持积极的态度 每个人在一生中 有可能都会莫名其妙的 或者是很小的原因 自己不能控制的原因下 会被结构 会被炒鱿鱼 那又怎么样 所以我们要承认 但是要保持一个极其向上的心态 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 也给出大家几个原则 大的原则有这么几项 第一 一定不要撒谎 一定不要胡编乱造 那你撒谎 因为面试官是阅人无数的人 只要你撒谎 他很可能会发现 那只要他发现 你就会失去这次机会 而且即使他现在发现不了 将来你入职以后 在公司的表现 日久见人心 他就能看出来 第二点 在回答此类问题的时候 越短越好 试图用非常简洁的方法 回答完毕 如果他追问你 你再详细描述一些情况 争取是一待而过 如果面试官没有再追加问题 那这个问题就算过去了 接打欢喜 第三点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回答此类问题的时候 一定要分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 回答 简短的回答原因 马上要转入 第二个层次 强调你过去的能力 以及你的技术含量 跟现在职位的匹配度 一定要强调 你跟现在怎么怎么匹配 怎么怎么匹配 要不论你过去是怎么的不好 怎么的原因 现在都要转化到 你对这个工作感兴趣 而且你能胜任这个工作 强调你能够胜任 让他们看出来你能够胜任 这是最主要的 就是要转变他们的观念 最后再啰嗦几句 其实很大程度上 面试官问你这个问题 他们都知道答案 你有没有胡编乱造 他们会知道 那你如何回答 他们大概也会知道 因为他们毕竟阅人无数 那很大很大的原因 问这个问题 是给你一定的压力 是压力的测试 看你的思维 看你的表现 从不同的侧面 看出你是如何反应的 那也是最主要的一点 所以我们要做好 充足的准备 既真实又客观 同时又能够强调出 我们适合这个职位 这样做就是一个 比较完美的 完善的这么一个解决方案 也是这么回答问题的 一个很好的答案 如果你有更好的回答的方法 欢迎在下面的评论里写出来 或者你是在面试中 遇到更难回答的问题 也欢迎写出来 我们一起讨论 一起探讨 我们下期再见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好好 好生活